玉里真名代表会继续进行总直询的议程 秀吉萨夫洛代表针对了玉城部落聚会所到现在迟迟没有使用 还有原住民记忆沿袭中心施工一坡三则石沉大海延荡严重等情形 他认为根本就是浪费公堂希望公所不要再拖下去 玉里真名代表会定期大会24号是由秀吉萨夫洛进行总直询 并且特别提出玉城部落聚会所到现在都迟迟没有使用 以及原住民记忆沿袭中心施工一坡三则石沉大海延荡严重 简直是浪费公堂希望公所不要再拖下去 我们昨天给你钱把你做成这样 浪费公堂到现在还没使用 我真的是在拍桌子真的 用了我们公堂做到这样 就承诺马太延那个一样也一样 就承诺那个承诺我们的福音那个 还有承诺这个 光看了我们那个我们政公所旁边那个 你看看你在别人 你看看这种的都是 哎 我能说什么 郁镇长表示目前公所像是一艘待修复的船只 过去没有领头羊带着公所前进 现在会一步一步慢慢来 让玉里正恢复荣景 现在的政公所返惠带景 我们不能称作我们是勃勃拉拉的船 而是我们过去这一艘船 没有真的一个好的领头羊 让各科室各划各个调 然后再延里打转 然后甚至于有的划累了 甚至于不划了 甚至于还被降收起来 使得这一艘船 连离打转以外 乱撞冰山 乱撞冰山 使得整个的一些负面的声音跑出来 我想在怎么样 玉里正公所的底子 跟它的底印非常的好 秀吉萨夫罗表示心痛 并说小型工程 经常一案多次会堪 会堪了又再会堪 会堪之后都没有失作半件 决希望现在镇长挥布植物之后 能够的尽快带领玉里正往前进 记者高雄双域正采访报道